而台北市大安分主卧龙派出所的远景 前天凌晨看到一名男子在巷内鬼鬼祟祟 手上还拿了一把玩具枪 向前盘查之后才发现他是一名贯妾 赶快将他带回警局来征讯 但是呢重点是这名嫌犯已经有一个多月都没有洗澡了 而且脚丫子奇臭无比 远景在做笔录的时候都得捏着鼻子忍着臭迅速完成 凌晨五点多天色还一片黑压压 远景发现有人拿着玩具枪在暗巷里走动 立刻向前盘查 因为才是早晨而已 所以他也怕 所以他就是反制 民众大赛警察好英勇 因为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终于把这名贯妾押回派出所 以为可以稍微歇口气 但没有想到这口气让警察怎么突然都吞不下 因为嫌犯一个多月都没洗澡 身上的味道气臭无比 当时没有闻到 可是最后出来的时候我们全身都好臭 怎么说 因为我们要回去的时候身上都有味道 通通捏鼻子啊 到里面去的时候都大家也顺捏鼻子啊 办公室里到处都飘着浓厚的异味 不止承办员警无法忍受 就连其他同员也都退避三社 遇到嫌犯脚太臭 只好憋着气赶快把笔录完成 中天新闻许志明理事会台北报道